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7月31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拼多多 这两天拼多多也是在多事之秋 有网友爆料 7月底,就是7月28号 大批商家围堵拼多多广州总部 联合抗议投诉 平台对商家罚款太猛 刚开始说200多个商户 现在说越积越多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广州藩于澳元国际楼下聚集的商家越来越多了 现场已经有几百年汇集 看来某海外平台这次真的非常麻烦 每个商家少得被扣罚几万 多得几十几百万 原来网传的几个亿真不减 刚刚又看到有平台领导下来协调 看这个阵势平台这回真的难搞 希望政府部门能强势进入处理 还商家们一个公道 也希望平台方能负责任的站出来 退还商家的无理由扣罚款 把那些霸王协议修改过来 起码要依据法律来制定 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千万不要忘记 商家才是你的衣食妇女 而不是那些薅羊毛的外国人 原来这些商家都在这个TIM平台上卖货 这个TIM它是拼多多的应该是关联方 是注目在美国 面向美国或者是其他的 就非中国的 也就是海外的消费者的这么一个平台 那主要还是面向美国 它其他地方也有 我来谈一谈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根据网传的这个资料 这些商家 他们为什么聚集起来 跑到拼多多去讨说法 主要是罚款 如果是罚款的话 我在想 那平台它一定有明文规定 它有它的规则 你在上面卖货 人家根据规则去罚你 那这个确实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只能认罚 只有两种情况 你是可以赢的 第一种 就是平台的规则 违反了法律 就是你规则 你不能大于国法 如果拼多多 他的规则 违反了法律 违反了公税良俗 那商家就可以去告他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规则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 因为规则都是人在执行 拼多多这些管理人员 定了规则 但是他不按照规则去执行 乱罚款 那一样的 你对这个有争议 可以向有关部门 去仲裁 或者是法院起诉 你想啊 国家行政机关 对你处罚 对企业 对这些经营户 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 你也有权利 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 如果还不服的话 那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所以说啊 这些商户啊 应该去起诉 不应该聚众啊 到拼多多去闹 这个是不占理的 这种心理啊 无非就是法不责众 就是我们人多 我们受损失了 我们抱团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 这个平台啊 确实是一旦做大了 有电大欺客之间 这个咱们得有一说一 但是出海的这个平台 咱们就说更明确一点啊 因为这些商家 主要是向海外 对吧 卖东西 他的消费者都在海外 那么他就在借助 这个海外的这个电商平台 问题是海外的电商平台 不是拼多多一家啊 不是提姆一家啊 还有很多啊 你比如亚马逊 拼多多这个平台 提姆这个平台不好 压榨商家 导致商家内卷家具 导致商家赚不到钱 导致商家破产 他有没有强迫 有没有强买强卖 如果没有强迫你商家 在单上面去卖货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拿脚投票啊 你找一个好的平台啊 能满足你心愿的 你比如说亚马逊 你上单上面去卖货 不更好吗 为什么要死记败赖的 要在拼多多上去卖货 要在帖幕平台上去卖货 这是我想不通的啊 以我本人为例吧 我做自媒体 你录了个节目 你很多平台都可以发 实际上跟他卖货 是一个道理啊 但是确实啊 平台跟平台不一样 我在节目里面也经常吐槽 你比如字节跳动 你比如抖音 他就非常邪恶 那我呢 也就是发布牢骚 对吧 骂一骂 或者批评一下这个平台 我要做的就是拿脚投票 此处不留爷 自由留爷处啊 对吧 因为不是你一个平台啊 如果说就剩下你一个平台 那你嫌得好像没有办法 垄断了 这个国家也不用使啊 咱们有反垄断法 阿里 美团 都被罚过 但是这个字节跳动 下面这几个平台啊 邪恶在什么地方 他邪恶在 你如果不在那边做节目 那盗版的就全去了 他不管 你投诉也没用 所以你必须 在他的平台上 还传节目 但是传了节目 这个盗版的也不能杜绝 盗版的现象 稍微好一点 至少你投诉的时候 他能受理 所以我说这个字节跳动 这个平台非常邪恶 他是在这儿 就是我拿脚投票的不行 你走了 他让那个盗版的来 自媒体节目啊 跟那个卖货 还有点区别 因为你毕竟卖食物啊 所以他就不存在 我这种困扰 我这里再说一说啊 我没有做过电商 对吧 我更没有做过 另外跨境电商 去卖东西 但是我呢 了解那么一点点 因为做生意 道理是通的 某种程度 跟我这个做自媒体 也有相通之处 就是一个商家啊 他不会在一个平台买东西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 只要赚钱 只要有量 他都有可能去 在那个平台上注册 去卖 京东上面他注册 淘宝上他还注册 抖音三成 他也注册 直播 然后拼多多 等等啊 还有京东 他都会注册 有的时候注册好多公司 给你感觉好像不是一个公司 但是幕后老板是一个人 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这么多平台 有海外的 跨境的 也有国内的 有那个杀价格的 对吧 也有走量的 对这个电商的啊 这些商户来说 这些企业来说 他每个平台 承担的功能还不一样 这个时候 跟自媒体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自媒体 就一个节目 你随便放 电商他是卖食物 以这次啊 到拼多多去 维权的这些商户来说 我看了一下 主要是以服装类的商户为主 服装 但又比较独特 咱们没有做过的 恐怕不太了解 那个服装啊 有码数大小 有质量 有这个颜色 有款式 五花八门 你从这个生产的角度来说 他开发一个版型 一个服装款式 也可能是抄袭的 山寨的 也可能是自己研发的 这个不重要 总之啊 他一定是这个量越大 就生产的量越大 他越便宜 源头厂家 他只负责生产 你给他发订单 对吧 要做什么款式 什么面料 这个各种尺寸 各种尺码的 多少套 多少件 对吧 你这个订单下的越多 是不是这个价格 就可以压的越低 那现在卷价格的时候 是不是 你说你只卖一千套 这个什么服装 那你这个成本 肯定非常高啊 你怎么可能卷得过别的人呢 所以他就要量大 量越大 成本越低 成本越低 他就卷啊 他就竞争优势 但是这么大的量 你怎么卖呢 所以他就需要 有的平台 专门跑量的 就是把我这东西 拽出去 不赔钱就行 甚至可以赔一点 然后生下的平台 他就开始赚钱 对吧 我就举例子啊 一件衣服 他成本恐怕就是 30块钱 核算一下了啊 每件衣服30 他在比如抖音山城 走量大 他卖28 每件衣服赔34块钱 加上运费什么的啊 他把大部分货都卖掉了 然后生下一部分在 比如天猫 京东上面 卖的贵一点 卖50 总有人会买 那个量走的小 但是那个赚的 实大是都是利润 就是说 山家都会这么玩 服装山家啊 也是被形势所迫啊 内绝 日本呢 叫消失了30年 他出了一个平T的品牌 叫优衣库 这个优衣库 主要是替代那个 日本国内 甚至欧美的那个大牌 服装 日本经济不行了 所以大家买不起那些贵的 只好买优衣库 所以优衣库啊 正好是在消失了30年里面 成长起来的 前一期咱们做过节目 现在在咱们中国 连优衣库的销量都在下降 就是人家日本平T的东西 到了咱们这儿 咱们还有平T的 就说明咱们这个内卷更利 价格会杀得更低 就是服装类的啊 很多山家 因为这个竞争 杀价 但是你总会遇到 卖不掉的 这个服装积压 还有大量的退货啊 就你卖出去了 货退回来了 你都不要算这个退货成本 人工总的东西回来了 这个时候啊 对山家来说 你这个卖不掉的服装 退回来的服装 你知道成本是多少吗 他要占库房 占库存 占资金 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导致库房被占 还得花人人工去维护 这个服装 跟别的商品也不一样 就是它是这一季啊 你没卖掉 那后面 你就卖不掉了 从这个败极啊 角度来看 那你这个货 剩下的这个资产啊 它的残值啊 恐怕是零 甚至还是负的 因为它不仅处理不掉 卖不掉 而且还要占你的库存 占你的资金 还有你这个库房 还有交租金啊 所以它值是负的 这个时候山家呀 本来的30块钱的成本 它两块钱 它都能卖 因为卖掉就是赚的 卖不掉 你这东西 只能把它处理掉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山家就有可能啊 为了甩违货 甩库 库存的这货 它就在很多平台上 尤其是在这个 team平台上 开始甩货 价格低到你难以想象 因为它只要卖一块钱 它就赚一块钱 这个账啊 做生意的算得明白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在team上面 卖服装的 它都是什么一个心态 它很有可能把team 当作一个交违货的渠道 所以你很难用 它的成本来考核它 什么跳楼大甩卖 什么亏本大甩卖 看你这个账怎么算 那好了 现在说说拼多多这个平台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消费降级的典型 它正好赌消费降级 赌中了 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里面 讲过好多回 它以前是做下沉市场 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五年前啊 那城市的白领 对拼多多呢 绝对是不屑一顾的 谁要赚个拼多多 谁要说在拼多多买东西 那简直难以想象啊 没格局 但是现在呢 大家买东西 只讲性价比 便宜就好 这也是为什么京东淘宝 天猫啊 现在奄奄一息啊 活不下去的原因 因为他们赌的是升级 他们现在想改都改不了了 我看那个天猫 好像出了个规则吧 就是不再收山家的这个年费啊 以前山家在这边开店 一年交多少钱 现在这个钱免掉了 你不免 你可以继续收啊 山家拿缴投票啊 你看这都是形势所迫 随行就市 根据形势发展 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说这个拼多多啊 他在国内一军突起 靠的是什么 一个是消费降级 一个就是紧退款 接着两招 让刘强东 让阿里 无法应对 无法招架 他这里面有个诀窍啊 这个提姆 他是面对海外消费者 咱们主要说是美国吧 因为他市场比较大 拼多多是对国内消费者 这两个消费主体 消费人群的这种习惯 完全不相同 美国人恐怕也讲性价比 谁不喜欢便宜呢 那么但是人家要的是 物美价廉 首先你的物美 你这东西质量都说得过去 国内呢 主要是拼价格 价廉 所以国内的电商啊 搞紧退款 他们是有个算法 有个公式 或者叫退货率 你只要退货率控制在60% 他就赚钱 超过60% 比如70% 他就不赚钱了 也就是说啊 他卖出去10件服装 你给我退货了6件 我还赚钱 那中国的消费人群 消费理念 这个习惯 那商家可以做测试 以刺充好 货不对吧 残刺品 他都万出发 有很多人呢 因为咱们消费者不一样 有很多人一看 反正也不贵 用都用了 还真退货吗 所以好多人就是 稀里糊涂的就用着 那些处心己律的 说要去退货的 要沾好商家羊毛的 也有啊 但是他总是有个比例的 有个概率的 有好多地方说学校啊 搞什么集体活动 运动会 或者是舞蹈等等吧 他不需要服装统一吗 然后就有人打这个主意 跑到商家去买 两百件 等货发过来 人家一穿 这个活动嘛 就那么一两天 结束了 人马上把衣服再退回去 或者是紧退款 薅商家的羊毛 有啊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都是经过计算的 这个比例有多少 我觉得啊 中国人的这个容忍度啊 比较高 因为我们心里清楚 对吧 比如淘宝上面 你买那个200块钱的这个 什么LV的皮带 对吧 50块钱的什么古其的钱包 难道你不知道那是假的吗 有的商家直接说 这些高仿 A货 就是咱们是 支甲 贩甲 支甲 买甲 支甲 造甲 大家好像心里都达着默契 大家好像买了这些货的时候 反正心里有数 这玩意就是假的 差不多就行 我想啊 这个是咱们中国消费者 很多人的一个心态 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 商家他有一套应对规则 怎么样就赚钱 赚的就是那些 你懒得退货的人的钱 只有那些 斤斤计较算计他的 他已经把这个算到成本里面去了 所以说在这么卷的情况下 在拼多多上 依然有商家在上面供货 去卖 他图什么 图量大 走量 好了 到了team这平台 你面对的是美国人 这美国人呢 人家要求便宜 但是你这个质量不能含糊 你给我说的是什么货 我买的是什么货 你记得给我发什么货 我买的是白色的 你给我发个黑色的 对不起 我就要退 对吧 你自己承诺的这个质量 非常好 有广告 但是买了这个质量不对 我就要退 不仅要退 还要告你这个平台 咱们国内的消费者 就很少有人去告这个拼多多啊 因为人家仅退款了 就好多人觉得算了 美国人可不一样 他觉得他受到了欺骗 保不及 就有那么一些人跳出来告你 对吧 不是说所有人都告啊 就这么有那么几个人告 那个拼多多 就team啊 他也受不了啊 你是欺诈啊 你以为退款就了事啊 说来说去就是 这些商家把在国内行之有效的那套玩法 他要搬到美国去 水土不服 消费者变了 你这套玩法不行 那这个风险谁来承担 平台的承担 拼多多的承担 所以拼多多他才会在 对这个team上面运营的这商家 高额发款 非常苛刻 他怎么不在这个拼多多 对国内交涉的平台上高额发款呢 所以大家想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国内是国内的生态 是国内的玩法 到了美国 你得入乡随俗 让人家美国人的玩法 美国人的玩法 就是眼睛里面不能揉沙子 你不能欺骗 那你想想 有很多这个商户在team上面卖货 他本身就是在甩尾货 他也不知道美国人喜欢什么 他也不研究美国人 他研究的是国内的人 对吧 这些东西在国内卖不掉 最后国内你就卖不掉了 各个平台都都有电了 都卖啊 那剩下的那不就是要处理了吗 不处理还占库存 还交库房的租金 所以在team上就卖 卖一件试一件 能对付出去一套试一套 所以他各种手段都用 对吧 只要你敢下单买 我就敢给你乱发 没有这个版型的 或者没有这个尺寸的 我给你发个差不多的 对吧 你要红色的 我给你发个 酒红色的 没有红色的吗 他堵的是美国消费者 跟咱们中国人一样 差不多得了 所以说啊 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吧 那美国的这些消费者 人家就对平台啊 有意义 找不到你商家 我告平台 所以平台承受压力 所以平台才会 搞这么高额的罚款 对吧 你只要投诉达到多少 具体怎么罚的 我没有研究他那个规则 但是有人传言啊 这都是传言的 说这个team的这些小二啊 他的收入 他的工资 绩效 是根据罚款来替成 但是这个传言啊 如果要这么干的话 那跟你导向是错误的 那运营的人 他就天生的就想多罚 找借口 找机会 就是罚 因为这样 他的收入才多啊 假如这个交警的收入 工资 绩效 跟罚款 挂钩的话 那所有的交警都要上路 躲在草丛里面 对吧 躲在什么地方 罚款 那是一个道理啊 但是这个传言 咋要也不清楚 所以我说啊 这些做服装的这些人 他很有可能拿team 作为他甩货平台 他不可能 针对美国用户 去开发什么版型 开发什么款式 对吧 他不知道美国流行什么 所以他只能是 把那在中国卖不掉的 拿到team平台上去甩 甩一件 试一件 因为这些甩不掉 最后你都只能把它处理掉 这个玩法挑战了 听多多 也就是team的底线 风险转嫁给他们了 人家也发款 这些商户啊 知道自己理亏 但是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啊 你不闹 怎么行呢 所以先闹起来再说 你让他打官司 没他功夫 所以我想大家啊 如果在国内 电商平台经常买东西 尤其是买服装的 心里应该有数 这些商户 都是些什么人 不值得通勤 活该 对吧 你还把这欺骗 中国消费者的这一套 拿去欺骗美国人 人家可不关着你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他们就是在 给中国抹黑 给中国制造 给中国商品 带来负面影响 给中国服务啊 平台这么管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 你必须这么严管 对吧 要让海外的消费者 感受到中国商家的诚信 而不是欺诈 这样才有更多的中国商家 走出中国 因为咱们是产能过剩呢 咱们就应该把东西 大量的卖到国外去 如果你这些害群之马 把中国的这些制造商品 牌子给砸了 谁还去买啊 所以这点上 我是支持拼多多的 但是啊 如果拼多多 他是拿规则 故意来欺诈 这些商家 这个也不用说 他是犯法了 犯法了 你就按法律去办 告他 刚才已经说过了啊 你这些商家 你咋不去亚马逊卖啊 还不是人家亚马逊 管的严吗 对吧 他动不动就把商户 那个关店 所以说啊 拼多多这么干 没毛病 拼多多如果想 走着长远 真的要出海 对吧 要让中国的商品 要全世界 要给商家啊 一个卖到全世界的 这么一个平台 而且还跟亚马逊竞争 他就必须要学亚马逊 严管 不能把国内那一套 列席 听说海关统计啊 2023年 我国跨境电商 进出口 较2018年增长1.2倍 初步测算 今年上半年 进出口1.22万亿元 同比增长11% 这跨境电商啊 这也是成绩啊 这些成绩 那也有拼多多的一份呢 我也知道啊 很多人对拼多多 这个平台有意见 但是我们如果说 从这个消费者角度来看的话 拼多多倾向消费者 这个难道错了吗 我们都是消费者 你还能像某些平台一样 他导向商家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个知道吧 你偏向商家 或者我再买个东西 我退货退不了 对吧 打官司打半天 扯来扯去的 踢皮球 消费者的权益 怎么保障 是的 你把商家保护的挺好 可是你失去了消费者 对吧 你得知道谁是你的衣食父母 所以你看这些平台 是不是都在改啊 自己在纠正错误 对吧 你自己再不纠正错误 你就要被消费者淘汰掉 所以我觉得啊 希望借这个机会 平台要严管 对这些商家 对吧 立规矩 要讲诚信 你自己虚假广告 对吧 你再夸大你的这个质量 你都要付出代价 对吧 你在国内做 你吹上天 对吧 你的这产品多好 没人给你计较 或者计较人少 但是你在海外 你就不能胡说八道 所以说 这些商家 如果他经历了这么严酷的斗争 这种竞争 哎 他也活下来了 我希望啊 他把这一套也带到国内来 在拼多多上面 在国内电商平台 你也这么做 真正的照顾着消费者 那种啊 薅商家羊毛的 毕竟是少数啊 我们不能说没有 所以说啊 支持拼多多 继续 对吧 要严管 发到他肉疼为止 你每个商家 说不好听的 你都代表中国啊 对吧 你卖的东西对 人家不觉得 你要卖的东西不好 欺诈 人家都说 哎 这中国人怎么样 他不知道你是谁 他也不知道你公司叫什么名字 他只知道中国人 不讲诚信 中国人欺诈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啊 出海 不是那么容易 出海 应该啊 打响中国这个品牌 你不能把中国的商品 都是山寨货 低劣 你造成这种印象 以后 这些外贸 你还怎么做 一带一路 你还怎么搞 对吧 你的产能怎么消化 所以啊 这些商家 如果本着去闹一把 对吧 有理无理啊 先去闹一下 有早没早 先打三杆 抱着这种心态的 赶紧 差不多就得了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有理 赶紧起诉他 起诉评论平台 我想商家啊 更多的也从自己 自身去找原因 不要拿什么员工 下岗 对吧 公司倒闭 破产 来压这个平台 来这个企图啊 让社会公众 同情 支持 你这样的企业 倒闭了是应该的 留着是祸害 所以说啊 商家还是从自身找原因 跟平台配合 诚信经营 打想中国品牌 真正的叫物美 价廉 具体到这个服装行业啊 这儿有一组数据啊 他说啊 这个女装退货率 高达80% 国家统计局 披露的数据显示 2023年 服装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 这还是规上企业啊 那小企业 它都不统计 服装产量为65.56亿件 相当成全国人均啊 4件 同比下跌15% 真正的服装产量为 128.33亿件 同比下降5.1% 降服同比分别加深 9.86和2.84个百分点 中国服装消费萎靡 不止影响到国内企业 国外品牌 也受影响 ZARA最近两年 频频关闭国内门店 180家门店 已关闭过半 HM在中国门店数量 也从2018年 巅峰时期 530家 一路下滑到2023年 300家 这还有优衣库啊 也就是说 国内这个服装竞争 已经白日化 基本上无路可走了 只有出海一条路 这个产量下降 就说明你产能大量的都过剩 闲置在那 银行的贷款 你还不起 所以这些富裕产能 不得出海解决 所以说商家啊 还是要提高自身的 这个素质 不能把海外市场 越做越烂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